本次课我们介绍红综合实例当中的条件红 在上一节课的例子当中啊 我们创建了一个操作序列红 那么可以无条件的打开查询学生这个窗体 但是在咱们的这个学生信息查询系统当中 我们规定啊 必须这个登录界面里面的用户名格密码呢 输入的是正确的条件下 我们才能打开 否则的话呢 我们将弹出一个message box 然后让你呢退出这个程序 所以啊 接下来我们就把上一个例子当中的操作序列红 改写成一个条件红 来实现这样的一个登录操作 接下来呢 就让我们来看这个实例是如何实现的 接下来呢 我们在这个启动窗体的这个红上面增加条件 我们把那个红啊 点击右键 打开它的设计师图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呢 在这个open form跟这个more and size window 这两个红命令外面是没有条件的 此时呢 我们可以把这两条红命令啊 同时选中 选中的时候呢 跟我们在windows里面选中 多个文件是一样的 按住control键 然后再依次的单击这两条红命令的话 那就可以把这两条红命令呢 同时的选中了 选中之后 我们可以在上面点击右键 点击右键之后呢 弹出的这个菜单里面 我们去选择生成EF程序块 好的 那么现在我们就看到呢 在open form跟more and size window 这两个红命令外面呢 增加了一套EF andEF 这样的分制语句的结构体 好的 接着我们就可以编辑这个红的条件了 那么书写这个红的条件呢 可能是非常繁琐的 所以为了简化我们的设计 也为了减少出错的几率 我们可以使用这个表达式的生成器 表达式生成器啊 是这样的一个图标 它会在咱们这个EF 语句的后面 好 打开这个表达式生成器之后 我们就可以编辑这个EF的条件了 我们在表达式生成器当中 可以看到表达式元素这样一个栏目 在表达式元素这个栏目当中呢 我们可以看到 教学管理数据库 在这个数据库里面呢 我们选择Forms 这个Forms呢 就是这个数据库当中 所有的已经创建好的创体了 在这个例子的开头啊 我们就曾经说过 要想去创建这个红的话 前提是 我们必须已经有一个 已经创建好的登录界面创体 和一个已经创建好的查询学生创体 这个时候呢 这个登录界面创体就有用了 打开所有创体这个数 在里面可以看到登录界面创体 那么选择登录界面创体之后呢 在第二个类目表达式类别当中 可以看到这个创体里的空件对象 那么现在我们要判断的 不是用户名跟密码的正确与否吗 用户名啊 它用的是登录界面这个创体的 用户名这个文本框 那么就意味着 我们之前创建这个 登录界面创体的时候呢 它的这个用户名文本框的 内部属性被我们改成了 用户名 好了 现在我们双击这个用户名 果然这个用户名呢 是Forms登录界面这个创体的 其中一个空件对象 好 我们定义这个用户名对象呢 它的取值应该是正确的用户名 我们假设这个正确的用户名是 ABC 好了 那我们的第二个条件是 密码也得是正确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在两个条件中间 我们加入一个 AND运算符 你可以自己录入AND运算符 那么也可以在咱们这表达式元素当中的 去到下边找到操作符这一项 在操作符这一项的第二个类目当中的 表达式类别 可以选择逻辑操作符 这里边呢就有这个AND这个操作符了 好 现在还回到登录界面这个创体上来啊 我们的第二个条件是密码 也只需要双击一下 密码等于什么呢 我们定义它的正确密码 比如说是123吧 好的 那么现在呢 我们这个条件就已经编辑好了 我们看到呢 咱们编辑好的这个表达式呢 就出现在这一幅条件当中了 这么看来啊 在咱们做红的这个过程当中 真的很少去动用键盘 去编辑代码 这里面唯一需要我输入的 也就是这个ABC和这123两个常量了 其他的地方 咱们通过这个界面操作 通过搭积目的方法都能够实现 好 这个呢 是我们打开查询学生窗体 进行登录的一个条件 那我们再考虑一下 如果条件正确的话 那么你接下来的头一件事情 就是要open phone吗 好像不对 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应该是把当前的这个 登录界面窗体啊 先关闭掉 然后再打开新的窗体 如若不然的话呢 那你同时在桌面上 就会出现两个窗体了 好的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 关闭当前窗体的命令呢 写在这个下面 我们要找的是一个 关闭界面的窗体 close window 好 我们要close的这个window的类型 是什么呢 是窗体 要close哪一个窗体对象呢 就是登录界面 那我们要在关闭这个窗体的之前 要不要提示保存这个窗体的内容呢 它的默认的选项呢 是提示 你也可以把它改变成 否 比如说不提示 就直接关闭 这样也是可以的 好的 我们编辑好了这样的一个 红命令之后 可以调整这个红命令的位置 现在我们看到 这有一个向上的箭头啊 现在我们可以通过 点击这个上的箭头 把它移动到 open form这个对象的上面去 好了 那么现在呢 当我们登录正确的情况下 我们要处理的对象都已经实现了 接着呀 咱们还得来处理一下 当你输入的 用户名和密码是错误的时候 该怎么办 再次选中这个if的语句 在这个语句下面呢 添加else 好了 现在我们看到呢 这个红的结构当中 就出现了一个else的逻辑 在这个else逻辑当中 我们要处理的是 当你输入的密码和用户名不对的情况下 该怎么办 好 那么不对该怎么办呢 这时候呢 首先 我们先弹出一个错误的提示窗口 也就是弹出一个message box 在这个message box里面呢 我们要输入这样的几样东西 一个呢 是错误的消息 也就是当你出现了错误之后 你需要向用户提示什么 那么我们要提示的是 用户名或密码 有误 好了 我们就给它提示这样一段话 要不要同时发出声音呢 我们选是 这个message box的类型是什么呢 我们把这个类型这儿选警告吧 好 这个message box的类型 在什么地方有体现呢 它会体现在这个message box的外观上 也就是说 一会我们打开这个message box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它上面带有警告的这个图标 好了 最下面一个呢 是这个box的标题 也就是这个对话框的标题 你可以写一个 可以这个 有提示性的意义的一个标题 好了 这里面我们就先不写它了 好的 我们的message box呢 也就创建完毕了 那么最后还不要忘记一件事情 也就是当你的输入错误的 弹出这个警告的message box 最后还是要关闭当前这个窗体的 那么同样 我们把这close window呢 这个再执行一遍 对象类型呢 仍然是窗体 对象的名称呢 就是登录界面 提不提示保存呢 我们选择不提示 好了 现在大家看啊 我们这个整个的 条件的这样一个红呢 就已经创建完毕了 那么这个红当前 仍然是不能运行的 因为我们还没有用 调用的方式 把它跟窗体联系在一起 那么也是在后面的章节当中 我们会介绍 怎样把这个红呢 挂靠在一个窗体对象的下面 条件红的实例 我们就介绍到这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